好,來,事情是這樣的 我們今天來做一個不一樣的實驗 就是我把兩隻不同一朝的螞蟻呢 放在同一個空間裡面 那可能會有不同的氣味跟不同的領域 看這兩隻螞蟻呢會發生什麼事情 那我們就來看下去吧 就撐了 我不會死了啦 我背腳 不要放 背腳也是要爬 屁股比較大的是先來的嗎 都一樣 我不會有一個腳長的 我會死了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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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一隻外來的 不行了 被咬到炸掉了 被咬到炸掉了 我都在掙扎 中狗 阿鳥 瘦瘦比較兇 阿鳥 瘦瘦比較兇 我還在中狗 你像似乎一樣 你還在中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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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一隻腳長的 那的確是腳 一隻腳 兩隻是不同朝的 應該是 不是一樣的一種嗎 一樣他不能在一起 是喔 一個群出去 如果兩隻公蟻都不同群的話 放在一起 會發生什麼事情 嚇死了 就算他死掉 他還是死命的要爬起來 咬對方 然後咬到有一方倒下 原本是大屁股又死了 怎麼大屁股又反過來繼續咬 兩隻可能就是會這樣子 垂死掙扎的死亡 那就沒了 那個大屁股居然咬了 現在還可以咬 你看 還是可以爬起來咬 你看那一隻人 要最後的一擊耶 然後死掉他 還是要用針捲著他 那我們今天的實驗就結束囉 那你們大家可以看到 就是一隻小小的螞蟻呢 即使在面對外來入侵者的防衛 其實他已經咬到倒地不起了 他也是要掙扎力氣起來 再去狠狠的狠咬對方一口 所以那像這種情況呢 如果在人類的事件裡面 其實用拳頭解決事情 也不是一個非常好的辦法 好 那我們今天的影片就結束囉 那下一回呢 要看我在做什麼樣的出逃 那我們就期待下一隻影片見吧 Let's go 挨起來 Law 什麼時候更有的